Hello大家好 我是Seltzer 非常高兴了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款 当年台湾的经典车款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Suzuki Solio这款车子 好的 我相信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们 你一定对这辆车如雷贯额 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 你可能会觉得 Suzuki Solio这个车子好像有几个世代 你是在讲哪一个世代呢 那就且听我今天 娓娓道来究竟是哪个世代的Solio 曾在台湾大红大紫 甚至一度还成为年轻人 购车首选集聚销售冠军 而我们时间回到所谓的1999年年底 这个时候日本的Suzuki 发表了第二代的Wagon R 其实Wagon R这个车子 发展到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相当成熟的一款K-Car 毕竟大家都知道 日本在90年代初期 泡沫经济挖起了 汽车市场乃至于整个经济环境 都变得非常的不景气 那么主打这种经济实惠诉求的K-Car 慢慢的成为另外一种显学 尤其是K-Car逐渐越越年轻 针对这些版本又衍生出很多年轻化的版本 吸引了很多消费者上门 那么这一代的Wagon R 当然它比上一代又变得稍微大了一点点 甚至还把排档杆改成方向基础式的排档杆 增加里面的乘坐空间 当然了在日本它属于K-Car规格 所以它主力是0.663缸的引擎 但是它有扩大的版本就是1.0的4缸还有1.3 那后面这两个不属于K-Car的规格 其实就是所谓的Solio 那Solio这个车子既然它在日本本身 它的原型Wagon R是一台K-Car 而且各位去看 那个时候的K-Car 其实就是一台小型的MPV 那它的扩大版Solio 基本上它定位就是一台小型的MPV 里面空间利用的效率非常的高 甚至在这个时候还有推出了 OPPO的双升版本叫Ajiria 当然了Ajiria这个车子 主力的消失涨是在欧洲的 亚洲这边贩卖的地区并不是很多 而且卖的其实也没有很好 那么这个车也蛮好玩的 因为当时的Suzuki 还是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一个车厂 所以它为了要节省开发成本的前提之下 它这个车子底盘前面是卖花城 后面是所谓的固定三连杆 那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 跟当时的Suzuki Auto 或是货车Carry 或是Ignis 都不能看出它们的血缘关系 那么在这一代Vagon R刚发表的时候 其实在台湾这边就已经传出说 太子汽车就是当时负责台湾Suzuki 销售贩卖的太子汽车 有意要把Vagon R在台湾就地生产 其实各位你回想一下 当初台湾在1997年时候开放日制车进口 就是日本知道小汽车可以进口到台湾来 那么那个时候的Suzuki 也打算要引进了Vagon R这款车子 果然在引进了Vagon R之后 大家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可是因为当时Suzuki在当时 因为那个日本车的配额是有限的 就是每间厂牌要依照它前一年的销售状况 去分这个配额 那Suzuki在台湾它的配额有限 结果拿去卖Vagon R的时候 其实销路反应没有说非常的好 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车真的是太小了 毕竟Vagon R它就是一台KCar 虽然台湾拿到的Vagon R算是海外外销的版本 但是空间的表现还有引擎动力方面 还是让人家有些意见 那这个时候的太子汽车 它就决定要去争取比较大一号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Vagon R的Plus 就是所谓的Solio 这款车子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权利 那么据说来 当时它已经先试组装了7台车子车 并且有6台车子车 回去日本原厂去做一个认证 看它的品质 看它哪里组装有什么问题 那么等到它正式在台北车站发表的时候 哇这个车站尺寸让大家吓一跳 毕竟呢这个车子 它的车长只有3.5米 车宽1米62 车高1米7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车子甚至比当时台湾卖的 K11 March还要再短 但是又稍微宽一点 那高度不用讲 高度1米7 所以这个车子内部的空间是超级大 因为这个车子呢 我曾经在当年呢 有跟我坏朋友A来开一开 哇里面的空间真的超级大 小朋友在里面要跳啊 要干什么的 都不算是太困难 当然我们不鼓励啊 这个小朋友如果停止的时候在车子里面 那稍微跳一下可以啊 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啊 要保好安全带 那么这个车子呢 在台湾的版本 又跟日本的版本呢 台湾又多了一点东西 比方说呢 这个台贵的版本 多了镀铬的车灯的灯框啊 最早期的Solio呢 多了一个外挂式灯框 那是处于标准配备啊 那么另外可以跟大家聊的是说 因为其实啊 这个车子在欧归没有佐驾 所以在台湾生产这个版本呢 据说它的中控台是流用当时的Ignis 而且呢甚至当时的媒体试驾车呢 还有全车的镀铬门把 那么这个车呢 是在2002年的台北车展正式亮相 那车展当时的接单价是四四万八 非常的便宜啊 而且你要想一想 四四万八买到一台这种小型的MPV 在当时同一车市场 根本是毫无对手的 你这个价格你挺多去买Marsh 可是Marsh那个车子可爱归可爱 它内部的空间没有那么大 而且呢 Marsh这个车坦白讲了 看起来就很凉啊 因为它瞄准的是 女生的乘用车的一个市场 可是呢 收留这个车子 它看起来就是阳刚 所以吸引了非常多年轻的男性 它呢 是在当年的4月5号 开始正式的预售 4月19号发表 其实呢 到了4月底的时候 累计接单已经破了500台 这在当时的同车来讲 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车子呢 当初接单 还有就是后来我们看 实际的销售数字 白色的最多 它呢 主打色叫做银粉蓝 反正没有卖的那么的好 反正是第二多而已 除了白色跟银粉蓝以外 它另外还有橡丝银 浅蓝黑 银粉纸还有银粉绿 这几个颜色 那么它的引擎动力呢 台湾就是沿用欧规的 这1.3的引擎 虽然只有83匹马力 而且是配四速的自排 但是呢 动力以我自己来看呢 是还OK 最重要是什么 它的配备非常的好啊 我们刚刚讲 四十五万八 你要买到一个这种空间的车子呢 在当时市场上无敌啊 你再去看它的配备 也真的是无敌啊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台规比日规 多了所谓的头灯杜特框以外呢 它还有什么东西呢 它有15寸的铝圈 同色车门把手 同色后置信 短天线 前后气霸 侧群 还有尾翼 甚至在内装上面呢 有红黑双色座椅 金属饰板 三色可调整指针反光 那方向基础下面有支付空间 乘客座椅下面呢 跟日规一样有提栏 后座还可以打平跟前座相连 前座椅背呢 可以向前翻折变成一个桌板 那么中央的扶手啦 真皮方向盘 2-din的CD 免持 遥控中控锁 双安 ABS 预警式安全带 我真是念都念不完啊 非常的夸张啊 甚至原厂还提供了两个选配啊 第一个是 你可以选配的Panasonic的卫星导航 加免持听筒的设施呢 加3.2万 另外呢 你可以选配的倒车摄影 加10片的VCD荧幕 这样加是3.98万 所以就算你选到宝啊 也是50多万一点 但是你的配备呢 甚至比上一级的 比方说1.6的轿车 都来得丰富啊 有这种空间优势 价格优势 配备优势 所以SOLIO这个车子呢 一上市 很快就马上就变成了 几具的销售冠军了 它在2002年当年呢 售出了4000多台啊 但是当年的March呢 有8000多台 可是你会说 那不是差很多吗 并不是哦 因为2002年那个时候 它是4月才开始卖的 到了2003年年底的时候呢 已经变成了这个1万多台了 所以在Vios上市之前 它算是这个极具的销售冠军啊 当然你说Vios March跟SOLIO算不算同一生呢 我觉得真的是有争议啊 可是以台湾来讲 台湾人就是很习惯啊 我就是按照排气量 跟按照你的售价 来决定你是不是同级对手啊 那以这种前提之下呢 的确啦 它会被归类在 Tercel啦 Vios啦 这个March的这种等级啊 非常的特别的一台车子 那么这台车子呢 到了2003年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个车子阵容 做了一点调整 所以它的售价呢 改成两种版本啊 一个是个性版 42万8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顶级的是 GLX46万8 并且这时候还搭配了1.8万的头款 月付3666的促销案 这也是为了要跟Vios去迎战啊 当然大家也知道嘛 Toyota的Vios这个车子在台湾 非常的厉害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谁敢跟我作对 谁就被我干掉了 历来没有任何车子 可以干掉Vios这个车子 所以呢 当然SOLIO这样子做呢 销路还是抵不上Vios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时候呢 他就发现 本来我们这个车子 因为阳刚的外形 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男性上门 那这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来搞一个女性的市场呢 我们来多抢一些March的抢脚劲来好了 于是呢 他在2004年的台北新的大展的时候呢 发表了女性化的版本 叫做Nippy Nippy这个车子呢 他就是把外形修饰的比较 那么没有阳刚味的感觉啊 那让他比较柔性一点 基本上他取消了空力套件 取消了雾灯 那么还有一些阳刚性的设计 但他的大灯水上罩 保险感跟旅圈呢 都修改了一下 那当然配备上呢 因为他要压低售价 所以他取消了 车车的防撞条啦 前座中央扶手 气囊还有单CD 不过至少他还保留了ABS跟倒车雷达 售价呢 是43万9 完全是瞄准女性的市场 后来呢 因为有些人嫌说 你真的是拿掉了太多配备啊 所以他后来还推出一批特制车 有批有CD 然后搭配头款1万块 月付366的方案 那因为这批的NIPI 它的销路呢 也不如原本的预期啊 所以他在2005年试的时候呢 NIPI就率先进行了小改 先把头灯呢 改成了全白 那么水箱罩 还有尾灯都有改 旅圈也有改 那么配备又多了一些 比方说多了自动大灯啦 还有车身同色真空空台 三色背光的指针 CD MP3主机 椅子呢 也改成双彩的座椅 那么还有就是 它的颜色也做了一点调整 企图呢 把它跟Solio的造型 再稍微的拉开了一点啊 那么这个效果其实还不错啦 甚至有不少 Solio的车主都反映说 哎呦 我们Solio是不是可以改成这样的外观啊 我们觉得这个外观 比较新颖 比较fashion一些啊 于是呢 在2007年初的时候 小改款呢 Solio基本上它的外形 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小改之前 Solio这个车系 已经累积销售出了4万多台啊 这个数字是相当不简单啊 不过这个数字的背后呢 其实还有一段故事啊 至于这个故事什么呢 我们今天最后会跟大家讲这一段故事啊 我们刚刚讲到 Solio2007年初的时候 推出小改啊 基本上呢 它就是头尾灯 水箱造油改 那么车身同色把手呢 改成镀铬 并且呢 增加了车顶的心理下 来强调它的RV风格啊 那内装主要是它的饰板 原本是类态的饰板 这时候改成一个雾云的饰板 那么指针呢 也是有改 并且多了一个镀铬的外框 还有它的音响主机呢 可以支援MP3 WMA 并且呢 方向盘变成双彩了 那么座椅呢 本来也是双彩 但是多了类脊皮的一个造型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集聚呢 还是分成两个 入门的43万8 顶级的是46万8 并且还有40万零利率 那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选配是什么 就是天窗啊 而且它标榜天窗是半买半送啊 可是这个时候呢 Solio已经出来好久了 各位你去想一想啊 它的原型车Wagon R是第二代的车型嘛 那时候是1998年出来的 一直到这个时候 2007年的时候 其实Solio这个车型就卖不太动了 所以2007年整年 它只卖出了1532台啊 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 2008年的时候又做了一点小改款 主要是因为当时台湾要上路的 所谓的四驱环保的政策 所以呢 你引擎的排位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时候 它就跟原厂这个球员啊 那原厂也给它的VVT的 正式可变气门系统 马力呢 从原本的8几匹 终于提升到93.8匹 但是扭力呢 也做了一点提升 只不过 它的最大马力跟最大扭力 输出的时间呢 都往后 就是都变完了 只是为了要增加它的销量 所以它的售价是不变的 甚至呢 这时候还有40万零利率 或者是免费送汽车保险 二选一的这个促销方案 但是效果呢 并不是非常的好 为什么会没有 那么预期的效果呢 除了是这个车子 年纪真的已经大了 你看这个2008年 是它跟它原型是错已经差了十年了 那时候市场上的选择非常多以外呢 更重要还是我们刚刚讲的 Sorio当初会卖的好 除了它的空间大 它的配备多 它的售价偏移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各位记不记得 现金卡这三个字 不知道各位台湾的听众 听到现金卡这三个字 心头是不是为之一振呢 是的没错 在21世纪 我记得大概在 2005年到08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台湾的现金卡 真是有过泛滥的 那个时候呢 就基本上我也不知道 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反正标榜就是说 你年轻人嘛 你没有什么信用记录 没关系 你就办一张现金卡 那我银行立刻就用信用贷款的方式 借你一笔现金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 那么回想一下 当初的这个太子汽车 就搭配了这个Sorio的购物车 除了呢 Sorio当时有推出一个年轻人的版本 叫做Sorio GT 你看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的动听呢 Sorio GT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Sorio配备全部都拿掉 然后呢 只剩下前面两张座椅 那领货车的车牌 那把价格压得非常非常低啊 那你如果这样子还是买不起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有银行可以办现金卡给你 搞到最后变得怎么样呢 据说啊 甚至还有发生过说 你买我们的Sorio这个车子呢 在某些程度下 你甚至连投款都不用 你车子就直接签回家 然后你还有一笔现金可以拿 这非常的夸张啊 但对年轻人来讲 哇这好啊 是不是 不是我买车我既然不花钱 我还有现金可以花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其实对于车商来讲 我车子已经卖掉了 至于剩下的钱 是你跟银行的事情 虽然说看起来 我们的车商好像跟银行有什么关联 但是其实在这个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作帐还是分开的嘛 我车商有车子卖出去 那你至于你的钱 你不是欠我钱 你是欠银行钱 还不出来 你去跟银行去慢慢去算吧 所以那一阵子 其实透过这种方式呢 吸引了很多 我们坦白讲了 真的是买不起这个车的人 一跃而下 反正没关系嘛 我先想说再说嘛 搞不好我买了这个车子 我就可以赚大钱了 我就可以这个车子的贷款 我就可以还清了是不是 现金卡的卡在 我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 结果用这种方式 等于是亚苗助长 等于是银吃卯粮 所以造就了一波Solio的销售景气 当然其实也不止Solio 那个时候不止Solio这样在干 其实有不少车商 也是搭到现金卡的顺风车 把自己的车子卖得顺风顺水的 反正那个时候 台湾看起来景气还不错嘛 那个现金卡的利率虽然那么高 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怕的 最重要还是 大家并不知道被现金卡卡在 绑一整 绑一整被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惨状 那可是呢慢慢的啦 这个现金卡公司呢 哎呀一开始发这个现金卡 发了很多嘛 账面的获利数字非常可观 可是问题是 这些人就是还不起啊 那等到他这个现金卡 要还款的周期爆掉了之后呢 这些银行发现 这些人真的是脚不回来 就变成呆帐了 甚至呢还有一些银行呢 又因为这样倒闭了 或者是一些银行呢 把债券卖给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啊 那暴力讨债啊 一些骚扰这个借款人的 事情层出不穷啊 那也有不少这个现金卡的人呢 可能走上了绝路啊 让人家相当的遗憾 所以很快呢 主管机关就出台一些政策 要求说这个现金卡必须要控管啊 什么有的没的 那连很快呢 你控制到你流到市场上的资金 不可以这么的方便 那相对的市场的这个购买力 就会忽然紧缩起来 这也是造成这些车子销售上的一个缩紧啊 尤其像这种车子 它是便宜又大碗 它非常经济实惠的这个车子呢 因为买不起的人 就终究还是回到买不起的状态 所以它的前几年这些泡沫化的状况呢 当然就忽然就消失掉了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到2006年 07年的这个阶段呢 Solio这个车子 慢慢会迈不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啦 好的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当年的这一段故事啊 最后呢 我们还是跟各位讲 如果你对Solio这个车子 你有兴趣的话呢 有个地方你得要特别特别注意啊 但是你特别注意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曾经跟我坏朋友借过Solio来开一开 觉得这个车真的是不错啊 那在开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也是好好的欣赏 里里外要打量一下这台车子啊 那Solio这个车子 有一个地方让我最不能理解就是 它会生锈 我们说啊 汽车生锈啊 那不就是你可能停在外面吗 可能屋顶生锈啦 倒水胶条生锈啦 冲框生锈啊 不好意思喔 Solio生锈的这些地方呢 我觉得都还正常啊 它有个最让我不解的地方 就是它引擎试会生锈 尤其是车身号码的部分啊 像我车友这台车子呢 它就是比较运气好一些 它引擎号码生锈的地方呢 刚好没有去挡到车身号码 但是呢 我们后来在报复场 陆续看到好多台Solio 它都在车身号码这个地方直接生锈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也搞不懂 所以各位你在挑选Solio的时候呢 这部分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啊 还有就是当年在玩Solio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 Solio那个车子外形看起来是熊熊的嘛 虽然它是一台小型的MPV 可是有些年轻人就觉得说 哎呀我一定要去装一些防滚龙 装一些赛车 也让这个车更加的趴里趴里啊 可是又没这个钱怎么办呢 赛车也比较便宜嘛 防滚架那个东西 你真的要找那个专业的板金师傅来做呢 非常的贵啊 所以那时候呢 就不知道谁带起来的一个歪风啊 用南亚塑胶管啊 这在台湾避避皆是的东西啊 用塑胶水管直接这样子插在里面 当做的防滚龙啊 也是我们当时未为奇观的一个都会传说啊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基本上呢 你要玩Solio这个车子 如果你吸引它的空间 我觉得这车 其实除了会奇奇怪怪的生销以外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那这部分呢 各位不妨有兴趣的人呢 也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咯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楼跟大家聊一聊 当年横遍台湾年轻人的 Solio这款车 当年它大起大落的故事啊 当然啦 因为它当年真是卖了很多 所以十字金刃你在路上要遇到呢 也不是很难 尤其它的空间又大 所以它的二手的这个市场还算是不错了 只是真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它的这个生锈 是不是有影响到你的车身号码这个部分哦 其他部分我觉得就还好啦 真的空间相当实用的一款车子 请给大家做参考咯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Solio 我们下午再聊咯 拜拜